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李敬师长问讯 供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信佛学法尽身三宝万事明灯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众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不失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乏喜 念念不离禅月 处处观音菩萨 深深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跟大家请了两个礼拜 那有的同学 我不知道说我们修两周 所以又跑过来 不好意思 下次就在群组上 再做多一次的这个说明 好 好我们回到这里 这里说 是用唐老师的这个禅学的基本教材 就在说明坐禅被世人给误解了 那就是跟六祖大师所交的主师禅 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他说坐禅呢 往往被人误会为家夫做才是 那唐老师呢 在开探说 读了六祖大师 这一个坐禅品以后呢 使之并不如是 才知道 不是大家认为那样 就是把腿盘起来 在那个就叫做禅了 那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六祖大师说 什么叫做 什么叫禅 把他定义里面的真实的 跟我们生命相应的内涵 是说得清清楚楚的 那怎么说呢 什么叫做呢 在对外面的境界 你的心不攀缘 不攀缘 当然那个像 你不会找在上面 那你不再没那个形象 你的心还会去加以适量分别 这是我喜欢的 那是我讨厌的 就没有了 所以你心要主动的 一种什么 不去攀缘 不攀缘 就没有这些形象的问题 没有这些形象 你的念头 就不会再进一步 做一些的追逐的第二年第三年 都叫做生死念 所以 而统合 说外境上 我们不随性转 因为你做到 心不去攀缘 心也不会着想 心也不加思量分别 那就叫做做 不是人坐在那里 不动 然后腿盘起来 然后只做一个形象 而没有智慧呢 或是你心体的安定 说不去做这些攀缘分别 才是叫真正的坐禅里面 必备的功夫 所以唐老师就是 很赞叹的 也很开叹 如果我们有善知识 真实的体验 说出这个 里面的 这个坐禅的 真实的意涵 我们就会被世人的潮流 给带偏颇了 还不自觉 那唐老师进一步再说了 那就是什么叫做禅 那么在动态的行 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叫住 或我们前面讲坐禅的坐 或是躺下来的卧的四位移中 不管任何时间 任何的处所 都是让我们的心跟身都自在 那这样的坐禅 就没有有所来障碍得了你了 所以这里来讲说 你有这样正确的观念 一切是一切处 皆是自在 那进一步再来演 来衍生禅 前面的坐我们明白了 说你不攀缘 不等等这些 所以在四位移中 处处都自在 那处处自在 这个心是不是真通达的法的实相 是无相的 是缘起当体空极的 这样一个智慧的限量 才能够叫做真正的真自在 所以这里唐老师在说明 禅有浅身 阶级书等 唐老师是引用大波涅槃经里面的 佛陀告诉我们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唐老师依此 佛陀的教导而说出 说坐禅有小圣的 跟大圣的不一样哦 那不一样在哪里 小圣坐禅是着相 为什么叫着相 你说小圣你是解脱了还着相 是啊 他认为有烦恼啊 真实有烦恼啊 所以害怕烦恼啊 要用法修行 把烦恼给断除啊 然后断除之后得到的这个解脱 就是涅槃的境界清凉安乐 把涅槃也当作实际有的 实际有就是存在的 那佛陀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法都是空极 没有一法可得 连一丁点的很维系的都不存在 而来说小圣坐禅是着相 那大圣呢 是真如自在 这就很重要了 那为什么是真如自在呢 因他不找相啊 为什么 相本来就无相 你找什么呢 那进一步谈 主是禅的坐禅官 乃是大圣的这个真如自在 里面又是最上圣者 我何以呢 行住坐卧 结合禅定 所以就不一定是坐 所以大圣的是真如 的这个禅定 真如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法都空极 说没有你一个人这个打坐 有这个坐姿或得到什么境界 那个是就是本然而然的 他该要怎么样的条件形成 就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你现在腿不舒服 你把腿弯起来坐的时候就是不舒服 而来说不舒服状态 你的心又被干扰 而来说你这样坐惨的功夫叫不好吗 你不能这样论定啊 而是刚好那一段时间 你的身体腿的状况是如此 然后你的心又没办法 不被这个腿疼痛的像 而不去呢 理会他 但是你被他带着跑了 那你认为带着跑的新奇的妄念 而产生烦恼 不安定 你觉得你就是坐惨功夫不好了吗 你觉得实际是这样吗 不是啊 那是因缘和合 刚好你腿不舒服 然后功夫呢 心呢 用没有用得很好 导致被这个境界转了 你就不能说你是不行的 不能这样子说法 所以为什么智慧的重要在这里 你既知道问题要改善 但又不掉入到什么懊悔 一懊悔呢 你对自己没信心 那想要做的事情就达不到 实际上一切法的实相是无相 你是暂时腿痛 暂时心烦克服不了 暂时没有办法把方法用上 但是这些 是可以改善的 为什么 你要耐心啊 你要恒心啊 要毅力勇气啊 就能够把这些呢 暂时的这些假象 让你不舒服的像 就有机会什么 转变了 其实他已经在变 只是你觉察不出来 就是这么痛啊 我心就是这么烦 已经在变化了 你没有觉察到嘛 所以以为他叫做 永远都是这样不变的 然后对自己就很没信心了 然后对这个方法你就不想用了 然后你本来的这个智慧啊 本来的这个定的功夫啊 就开发很有限 那就很可惜 所以唐老师呢 就会把佛陀在大波涅槃节里头讲说禅有浅身 为什么 因为阶级书等 阶级是什么 比如说 你在修小圣禅或大圣禅 乃至我们这里谈到祖师禅 那实际上有没有真实的高低啊 也没有 因为这时候你相应到小圣 很害怕这个烦恼 因为你把烦恼当作真的啦 真实存在啦 所以你这时候会沦落到 说去相应到小圣禅 那如果你素式的善根 相应到是大圣 就不会着眼在你自己的生命 你放眼看下去都是全 有情的生命 跟你的生命是共同体的关联 所以你就会以大众的生命的 种种的呢 更美好的方向 而来去做跟他们帮助 互动的关系 就形成大圣的这个菩萨的修行人 而这时候 你所做的这个 禅法的观念啦 你就不会局限 只有在做的方面 因为你要动态 走入到每个众生的家里 他的心里 所以你要行住坐卧 都要把心怎么样 刚才讲的做是什么 对外不攀缘啊 不着相啊 所以你就没有很多的这个念头去分别 这是我要教的吗 那个不可教吗 还是这是我的家人等等 或是我的信众 都没有这些 这才叫做大圣的修行人 然后现在是以坐禅这方面来做说明 所以说大圣做禅是真如自在 然后主是禅又是大圣最上圣者 因为四位已都合禅定 所以呢 不一定做也不一定不做 是非常的自在 因为他的心都是在禅定当中啊 为什么 智慧在关照 一切法哪有差别 都是真平等 说智慧跟定啊 定会不二啊 何其重要啊 那是我们本来的清净心就具足的了 那他老师就举出 说跑箱啊 那你看四位已有没有 行住坐卧 行就这个行就是快速的行 就变成小跑起来了 所以这里叫什么 跑箱尤为扬州高明寺的独特禅风呢 我有去过一次 跑得很快啊 他们就另外一边的手呢 甩得很快 那力气呢就往后面 甩手呢 让这个肩膀的这个肌肉僵硬能够放下来 然后透过这样的跑箱呢 气血呢 因为做的时候 你没有做的相当的安定 时间还不够长的时候 体念的那个淤血的地方 还没有办法呢 能够通顺的很好 所以用透过跑箱的方式 可以改善气血的循环 所以这个变成这样的一个禅风 那这样的禅风你认为说 就是一定要这样跑箱 或者一定是要打坐才是 实际上行住坐卧四种不同 身形的这个威仪啊 都是要相应到禅 都相应到的 禅里面不止只有坐 这个坐就代表内涵上不攀缘 然后怎么样 不去分为它 然后不会找这个像 这才叫做坐的内涵 才叫行的内涵 才叫做住的内涵 哇那豆豬大师 这才叫真实的佛法里面的争议啊 哪是以为是坐在那边 眼睛闭起来 然后观照 鼻头的呼吸 那身体的七肢做法 有没有做好 怎么等等 都在表象 滋末上 没有回归到 你坐禅的用意何在 不叫都颠倒吗 都本末啊 互为怎么样 错字啦 所以看到这里真的 我们好有福报 能够在呢 唐朝的我们这个 一花开五宗 而有七派的 不管是归阳的 头一个宗派行程 然后朝洞 到临记 到云门 到法眼中 这历代的祖师大德 就把佛陀的如来禅 能够呢 真实印证到生命 而又活活泼泼 活出自己的生命 而能够呢 把这个祖师禅法 在汉传的 这样一个地方呢 能够做出 这番的 惊天动地的教法 我们呢 与汉族呢 而为荣 而把佛法的生命运用的 这么的一个 发挥的这么好 能够真正的 让每个人的生命 就如佛一样的 能够呢 发光动地的 来教化 所有的 有情的 跟世间的 一切的庄严啊 所以唐老师就提醒啦 近时学禅人 忘了 唯摩洁之 喝摄利佛 对呀 唯摩洁大事 在唯摩洁经 就呢 数落了 摄利佛 你以为 这样打坐 就对了吗 就是了吗 那摄利佛还有奇怪 为什么不是呢 你任何 有着相 心有所 攀缘或著作 都不是 你的 清净心 离法的 实相 越来越远 所以 梅摩洁大事 为什么要 喝着 喝赐 摄利佛 摄利佛是 已经佛头的 十大弟子 是智慧第一啦 所以才说 为什么一切法的 实相是无相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法 叫真实存在 说唐老师啊 把我们前车之鉴 又怕我们呢 重蹈覆辙 又没有善知识的点拨 那自己以为 哦好精进 好在修行 常常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就问题就出了 因为有个我啊 有一个境界啊 还有你修持的法门 通通存在 通通教有啊 这叫 佛头说的 叫三轮不空 这个就是什么 着相了 修行 越精进 越沉默 这佛都是这样教导 我们 我们可要 紧紧的 记住了 不要犯账的过失 那唐老师又举出了 那唐老师又举出了 我们呢 一般 现在的学产的人 也忘了 南越 怀让的禅师 他用磨砖的 磨砖的方式呢 来打车 打他的接应的弟子 马祖道一 的这样的教寻 那怀让大师就看到 这位弟子是一个法器 可看教之才 但是看他在着相修行啊 一天大晚在那边打坐 如果你的正确的知见 没有引导你 不着相 不攀缘 不去分别的时候呢 你在怎么做的 做破几百个普团 也枉然 所以呢 他的师父啊 怀让禅师 故意在马祖旁边 拿一个砖块 在磨啊 细细疏细 细细疏细 磨个不停啊 经过了几回之后 马祖道师 也忍不住了 心也有动念了 老和尚 明知道我在这里打坐 为什么在那边 磨个不停啊 不知道说 灵动千江水 误扰道人心吗 哎 他就睁开眼 说老和尚 你磨这块砖 做什么呀 那你知道 回荡禅师怎么回他 我要磨成镜啊 啊 马祖大师 一听到这话 他说 怎么可能呢 哎 就这句话 让他的师父告诉他 那你打坐做什么呀 我要成佛呀 那他说 那趁这机会就开导他 成佛起在坐呀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 怀让禅师再跟他举出了 说牛啊 在呢 拉这个车子往前进 但是呢 这个车子不往前走 很慢 那怀让大师就问马祖 请问你 这时候让呢 这一个呢 能够往前走 你是要打牛还打车啊 那大家知道啊 当然要打牛才能够动 对不对 所以怀让就说 你就像呢 在打车的方式 说用打坐呢 说可以做佛 可以让车子往前走 你根本就是什么 本末导致了 所以不要着相 来修行 所以你说魔战能成敬吗 打车 打这个车子 能够往前走吗 所以说 是这样的一个教训 以后呢 我们就能够呢 真正往心性上 也就是法的实相 一切法的呈现 当下的这个主体 并不存在 而这个主体不存在的时候 就是由他 产生的相 一直在变化变化 变化到最后空了 所以你才明白 每个相的本性 当下就是什么 不生不灭的 所以你看到生了一个baby 好高兴 要为他庆生 要做生日 不晓得每做一个生日 就生命就减少了 那也不因为减少 觉得很可悲 或生命诞生了 就很可喜 为什么 你都在找在这个相上 一旦这个可喜减少了 你叫喜极什么 生悲啊 那你认为说 越来越少的这个悲啊 那你没有一日 没有一天是安稳的过日子 我们人生是这样的吗 所以要智慧 去观照所有的法 为什么相 他的本体呢 是空极的 空极固呢 所以这个相的生 没有真实的生叫不生 而这个灭 也没有真实的灭 叫不灭 所以唐老师举出了 维摩节大事 还有南越怀浪禅师 之后呢 从这个西天的 到了六祖 这个先前的 所以到了怀浪禅师 就是呢 回到这个南越怀浪 他本身的师父就是六祖 所以呢 六祖谈经呢 就刚才前面 我们前几堂后有谈到 什么叫坐禅 所以说 从这里的矩阵 来让我们的通病 指出问题 而不再犯这样的过失 所以唐老师说 群啊 大众都以为 禅只在坐 坐就是禅 于是坐禅呢 那 所以坐禅的这个声音啊 就骚然海内外啊 非常的轰动 为大众所知晓 所以这时候这变什么 变成是什么 有一种呢 商机的贩卖 说且有以坐禅为贩卖物的坐禅的商人 或坐禅屋 哇 这样是越走越远 变成一种表象的 一种坐一个排场的 那很多人都 很风行啊 很很盲目的 以为就是这样子的 只有在坐 那坐就是叫禅 那相关的坐的什么坐聚啊 还有什么普团啊 方店啊 等等一些相关的 哇 大家就把 把它当来贩卖的 甚至还有坐禅屋 有没有 很多一个闭关的 这些是什么呢 一个挂的 蚊帐的 或一个小的 一个官房等等的 就变成商机 那这样跟祖师禅呢 是相去 就互相的 这样越走越远 那个距离就怎么样 更远了 所以说 我们呢 这的偏颇呢 要以佛法的正之见 一切法空极 没有一个法 可以真实的存在 都是不可得 所以 所以我们的通病 就让我们不知其余 主师禅之相去 距离为何如也了 就不要相差到 要多久的 多远了 那接着下来 我们看我们的师父 为我们的说明 说这个坐禅 被人家有没有盘腿 那实际上呢 我们是要在四位移 都能够不管时间 触手 都要能够自在坐禅 没有任何障碍 这才是使用这个 坐禅的方式 让我们的身心 有所提升 让我们的身心 能够真实受用 和谐 安定 统一 这才是我们的人生 应该有的一种状态 所以师父说 你盘起两腿 眼观鼻 鼻观心 身体不动 严格说起来 应称为打坐 哪叫坐禅 坐是功夫的落实 禅门有一句话说 立处皆真 这句话可重要的 立处就是说 你有任何的见解 任何的看法 你任何的作为 叫立处 皆真 真就是什么 真如也就是空极 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依不易 不长不断 所以师父就讲 立处 凡因所经历 处处皆可见 皆可见 一真法界 是究竟实相的展现 一真法界 就是一切法 空极固 一切法 而能够 当下圆成一切的相 所以一真法界 所展现的究竟实相 就是一切法 千差万别的相 都可以认他身 认他的面 因为这些的相 当下都是空极 所以没有真实的身 真实的灭 是不生不灭的 这就是究竟实相 也就是展现一真法界 所以以观照 用观照的方式 还就是呢 还就是什么 回复到 也就是我们认知错误了 不是法而回复 是让我们的认知 还复到说 法本来的面目 并不是你讲的说 哦 是真实的这样的苦恼 或真实的一个 现象 有好多的财富 然后健康 就永远都是这么健康 实际上 我们的认知错误 所以我们要 回复 我们的正确的认知 说哦 法的本来面目 就是该要因缘 他的甲合合 这时候是什么状况 他就会形成 那个状况 不是谁 可以去控制他 因为 每个法 就是空极的时候 这时候 一直在转变 那你们要看到转变 以为生出来 就固定了 这个生出来的孩子 他只是我生的 我身体一块肉 所以就我不让他病 也不让他死 等等 你哪有能够控制得住呢 所以以观照 智慧的观照 就要能够怎么样 展现出正确的 对法的本来的面目 给予正确的认知 不要给予偏颇 加上你的什么 好恶 等等一切 所以再就有什么 还诸法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 他就是如是的 空极的 但是空极 有各种的千差万别的相 没有妨碍 但我们也被妨碍了 我认为 我们认为那是真的 因为我要他 他怎么可以跟我分离 他怎么可以转变呢 那转变 我不就是用不到了 我使用时间就少了 那我就不甘心 我不情愿 所以我们就是在愚弄 愚痴自己 所以透过佛法的修正 就重要的以智慧观照 才能够还诸法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知道他是空极 而空极固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他有现有这个假有 所以有这个假有 你就知道 他这个假有有如是的 的像有如是的用 我该怎么用 该怎么去做 清清楚楚 所以这种清楚 智慧的照明作用 你心怎么 当然不着于他 不被他控制 你知道 他一直在变化 每一个真实 你认知的那个 说你握得住 空得来都无法 因此 你就做到什么 不着他也不会分别的贪爱了 所以这时候 果罗师傅就举出 佛陀 我们为什么要跟佛学 他就说就像佛陀 接受国王天人的供养 那个食物是无比的丰盛跟美好 但一般脱波得到的供养 佛陀仍是一本平淡 不起心分别 这是国王 这是大施主的 我就为他多说法 那个是 我去找上佛陀 跟他身众一样 清早天刚亮 就赤脚 哀护了 去脱波 然后跟众生 有所接触 为他说法 说这时候 是比较贫穷到百姓 吃的比较 给的比较不好 那我就是看着他 随便说一两句法 就打发了 佛陀哪会这样子做呢 一本平淡 不起心分别 照样吃得很欢喜 为什么你心安定欢喜 食物对你来讲 都是叫 天除妙供 为何如此说 你在禅期 我跟我们师父 禅修很多次 就发现在禅修的时候 胃口超好 每个人都吓到 为什么长征法师 长得那么瘦小 食量竟然如此惊人 每次呢 这个寻菜的第二回 第三回 他的播总是都会往前放 然后不管放多少 他都能够吃进去 然后感觉 很受用那种样子 你感觉每一样的菜都非常的美味 然后呢 你也不是贪心 就是自然而然去感受到那一份的舒胜 那一份的美好 而油然生起感恩的心 而不会跳山解释 这个说我过敏缘 那个我不喜欢怎么样 你身体的心转变了身体的改变 很多的东西的受用 就像你在的味蕾 包括你的这个味蕾的绝处 感受那个美好 不管三甜苦辣 你都感受跟你以前 在心没有暗定之前 所受用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都不一样的 那心转变了 连身体也跟着变了 所以在那时候就觉得 哇 都真的像天上的这个 那个很棒的这些食物 都天除妙共 所以 狗师父就回归 然后讲到境界的境 本身便没有好坏 要这样子 这才叫法的本来面目 而是什么 我们心情的分别 分别什么 对好的 对坏的就要着相 那实际上我们怎么做 师父教我们 心对好坏见不着相分别 那么 你每天的生活 生命跟生活的品质是怎么样 日日皆是好日 实时都是好事 因此 什么叫好日好事 让你眼睛见到的 耳朵听到的 身体接触到 通通跟极乐世界 也没有不一样 你不觉得我们学佛就是要这样子 让我们本来生命就是这样 这叫做回复法本来的面目 这也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每天都活得烦 头上的火在烧 那心怎么脑 怎么脑 好多这些刺 就像少把那些很多 这些刺的东西在你的心上 所以师父国务师父又举出 任言经在说到 我们的六根 面对外面的沉浸是六成 而接触以后 产生我们的生命的心 有六种事 六种的认知 所以不管根成事 乃至于构成世间 包括有情无情的这个七大 哪七大 大就是遍及 这一个物质的世间 就是三合大地 也遍及我们有情的生命的 都需要他这个元素 就是叫大 那这有七大 哪七大 地大水大火大风大 空大的空就空间 还有一个叫室 就是认知的室大 等呢 这些呢 所有一切皆可以圆通 就是透过这一个根成事 就已经十八个对不对 六根加六成接触产生的六事的认知 十八个 再加上这个七大 刚才说地水火风空事 七大 那加十八戒 就有二十五个圆通 所以佛陀就是说 你生命能够圆满通达呢 可以透过这个二十五个任何一个 你修正的圆满就可以让你的心面对一切的事物 包括三合大地或友情众生 乃至你要处理这些事情都能够达到什么 圆满通达 那圆满通达是什么 没有障碍啊 所以我们学这个知识 或者说 你去教育 下一代或学生 是不是都需要要圆满通达 那圆满通达的前提是什么 没有障碍啊 所以 这就我们生命处处都要去圆满通达 那佛陀就教我们在认眼睛 可惜可以使用二十五种方式让我们生命呢 开发出你本具足的这些圆通 所以看到这些以前都不懂得去怎么样 欣赏去运用 现在家师上果下的师父 每天尊尊的教会 一周教五天 每天下午 以前是呢 早上跟下午都教 老人家说他体力衰多了 所以呢 原本下午教三个小时 那变成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又变成一个小时 那总之还是在教我们啊 而且持续连续五天耶 而且在五天的一个礼拜二的晚上 印内地那边的情法 而讲了云门语录一个半钟头 只要众生肯学用心 要来证悟佛法 那你为人师长 当然尽心经理去教了 所以这里有二十五元通啊 任严经啊 家师就出了上中下 那大陆那边还在整理呢 针对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根里头的耳根 圆通章 就可以做成一本书 到现在不知道一段时间了 再催他们啊 那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 在我们这个谈经总共七册 讲完之后 我们也要根据呢 你才会当下的 生大信心的肯定 学佛这条路 是值得我 生生世世去落实 所以师父就说呀 那好未圆通啊 那就是圆满通达没有障碍呀 那什么叫做圆满通达没有障碍 就表现在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的当下 是不是圆满通达没有障碍 你看 这个生命的品质就到达这个地步哦 说你看啊 说呢 每一个起心动念当下都是究竟圆满 能够利益众生做佛事 所以不管眼或耳鼻舌生意 通通可以用来一般的众生是追逐欲乐 那这时候我们使用这个六根来做什么 我们用来赞叹佛法 用它来做佛事 你看呀 同样是六根哦 面对外面的六层镜哦 但学佛的人就善用我们的六根 跟面对接触的这个静而产生的事 就能够去利益到众生 而不是在什么 追逐五欲之乐 而五欲之乐就会张扬你更多的什么生死 所以师父说 并不是根成是本身有好坏 问题在我们的心 若随着境界 你去沾着它认为是实际有的 这叫做着相分别呢 那就是你什么 心没有掌握住了 那水静跑啦 摊着在上面啦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功夫没有落实 才容易随着静而跑 所以并不是这个境界的问题 因此回到 师父要举出这些例子的用意何在 就来说明六祖大师所讲的做 是要落实在功夫上 是透过做把功夫给呈现了 那功夫呈现这个功夫或落实这功夫 只靠做吗 没有啊 你有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做吗 你做妈妈的 做老师的 做人家媳妇的 或做任何事情义工的 你有一天到晚在家里坐着 哪有可能呢 你可能要站起来 甚至还要开车出去 或要去搭车 或是做什么 做什么的 只不过现在透过做的方式 而让我们在功夫上 确实落实下来了 所以说条条通罗马的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用做的 可以用行的 可以用什么站立的方式的住的 或躺着的时候 我们叫四位仪 都能够把什么 功夫落实下来 所以师父来说明六祖大师的做 是脚踏实地 步步起智慧的关照 才能够与亲近的始相 就是无相 因为他的当 他的主体是空极的 你这样才能够相应 所以我师父这个说明都很真确 所以不是盘腿不动 或眼睛不要看到 人不见 耳朵把它污起来不闻 为什么 这个就举出一个例子 包括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有人嫌都市太闹到乡下度假 哪知道乡下的蛙民丰盛 也让他先不安宁啊 这就很多我们以前在我们旧道场 包括我们现在新道场一样 都是比较自然的环境 这个树虫啊 还有这些的种植物都比较多 所以很多的蛙民丛叫 他们说法师法师 我晚上要睡觉 那个青蛙一直叫吵死了 那怎么睡啊 我说我们的餐厂餐到心很统一 或是被师父操得很辛劳 躺下去没有三分钟就 出乎大睡了 都憨生四起了 你怎么会说还有蛙民丛叫 饶得你没办法睡觉 表示你根本没有在用功 那我们在新的分享 他也很老实的说出啊 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 敬的好坏都是什么 我们自己心的取舍 所以听到这句话就是回到说 你对某一个人不高兴 或对一件事情呢 很怎么样很care 都不要去往外面去责怪人 或什么不喜欢这个事件 而要回到你的心 为什么 在这边种种做什么分别计较 所以要解套就要从你的心入手 才能够减消你的障碍 然后放下你的烦恼 这样你才没有敌人 所以我们刚才念 四众佛子共鸣语 我常常提起我师公教我们的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引导我们的 慈悲的人 没有敌人 因为你肯放下烦恼啊 你肯跟每一个人都做好朋友 就平等的相处 快乐的在一起 所以慈悲的人没有敌人啊 所以哪是境界这个事物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身心来观看 才能够正确的处理一些 一般人觉得不好 会被困扰的 到你这个修禅的 这个生命的修行人 都不叫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每晚禅咒 功夫用上的时候 就听不见蛙声 有没有 下座的时候才觉察 哎哟 蛙声其实还蛮大的 这里要说什么 你方法用得好的时候 只要心不攀缘 有无蛙声都不管就对了 这才是重点 一刚开始你还没有入定的时候 听到蛙声 也不要被它影响 然后你真正入定的时候 蛙声一点都影响不到你 你甚至呢 因为你的心都在你方法上 所以说师父就讲了一个重点 不管你禅修之前 跟禅修之后的入定 有无蛙声都不管 才是对的修行方式 才帮助到你 一旦你攀缘 你的心攀缘 如果怎么攀缘 听到蛙声没有问题 蛙声很吵 我现在的鼠息 都数到声就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 就听到蛙声了 然后心里想 蛙声你赶快 跑到别地方 不要我这边吵 我已经心很烦 意很乱了 然后我的方法都 数得不好 鼠息都弄得很糟糕 所以你的心都在蛙叫的声音 不在鼠息的数字上 所以这叫攀缘 所以心一攀缘就嫌他吵闹 或者觉得像 或是假如有一种叫天籁 哇 最像我们在念佛 很妙 或你喜欢的旋律 你只要心一意念到 这个情境的时候 那个情境什么 不停的一直在回绕在你的心中 然后你越去怎么追逐 哇 好棒好棒 这个声音我很喜欢你喜欢 那个声音就围绕你了 无法停息了 那有个佛少说法师 我念佛仪回来以后 那个佛后就一直在 我想不要 我就想不要 你就这他本来就不存在是空的 你只要起这个观察 他本来就是无相非究竟存在 是空极的 他一听到以后就讲 我按照你讲的 就这他是空啊 观空啊 本来就是无相的 先念这么一起 那个佛后生 他好多生一直要把他驱赶 都驱赶不了的 一观空 本来就是什么 无相的 也是虚妄的相 哪有实际存在叫虚妄 所以他一观空 心就是不攀缘 就观空的当下就不攀缘 那个相就不存在 所以这里哦 这个声音哦 让你追逐的 又是讨厌 吵闹的 你要把它除掉 或觉得像天类的声音那么棒了 你怎么要去追逐 通通叫做着净身心 通通不对 是你的心分别计较不对哦 不是天类声的问题哦 也不是挖民了你认为吵闹的声音 都不是他们的问题哦 他们问题怎么除得掉 把蛙给杀死吗 有可能吗 你坐得下吗 那天类声呢 你要去追逐 追逐得到吗 所以呢 这就回归到了 说什么叫坐禅的坐 所以这里就 师父就怕我没有偏颇的说 哦 不是坐才能坐 那那那那那我们就不要坐 你看 一说一个你就怎么样 在那个向上就死在向上 而不要活用 所以师父赶快又说明 并不是否定打坐的时候 你会有身心一些呢 清安舒适清凉的这个觉受的存在 不是否定他 而是指出我们的心 若不离开智慧的关照 或者就是我们的不离开我们的亲近心 亲近心就是指智慧啦 那智慧就是做什么 做关照 那关照什么 法的实相是什么 无相 为什么 因为空极 那么 你能够呢 先不离开智慧的关照 当下就是怎么样 没有所谓攀原外面的好坏了 也就没有着相的问题了 那也就是没有进步 让你分别了 这是我家人 这是我信众 这是我国家 然后就对他好一点 一旦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叫做生死心的呈现 你的生命是越来越什么 越狭窄 甚至会造像很多这些的罪业 因此 佛陀教导我们 我们的 是教导我们的心要怎么样 不离智慧的关照 也就是不离开我们自己的亲近心 那么当下你所面对万法 是什么 如如不动 都是 他按照 他的因缘所生法 而当体就是空极 所以叫做万法如辱 所以这里讲的如辱 就指我们的解脱 我们的心不再起这个分别计较的时候 有没有好坏 是非 进退 等等一切 的时候就是什么 烦恼就不会产生 那当下就是解脱 解开你的心结 脱开你自己照例的假敌人 或是束绑你的东西把它挣脱打开 所以如辱就是什么 解脱自在圆满没有障碍 要用的时候 要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 所以想听就听 不想听也不觉得吵 这不就是我们自在和谐美满的人生 我们就该如此去受用 所以这里又说 做成打坐 并非直升不坐 或者是没有任何念头 不是这些 而要注重 怎么去做呢 落实在功夫上 什么叫落实在功夫上 你现在属细就真正实实 把属细做好 而让你的心 能够停下分别计较 那就是功夫落实了 那这个停下分别计较 师父就这里说明 就不会去攀缘 或去着相 或去思量 我刚才讲的分别计较 就这里讲的思量分别 那计较意思也是着相 我要多一点清安 我要多我的境界好一点 我要开悟 这通通叫攀缘 叫着相 都叫思量分别 都不是正确的修行的方式 所以功夫会达成吗 当然不可以 所以这里师父又进一步说明 说要落实在功夫上 好 做成打坐 落实在功夫上 功夫上 那什么是功夫 这里就是按照六祖大师讲的 心当下不离开清静心 那才叫功夫 那什么叫清静性 清静性就是代表一切诸法的实相是什么 都是因缘合合 合合的有这个相的产生了 有这个叫这个法 那个法有他的相呈现给你认知到 但是这个法的本体是什么 空极的 空极的意思说 这个法有相给你认知到 但他的相一直在转变 转变成摔散坏灭 所以他最后就是空的 这个相也没有真实存在 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给你的作用 给你感受 看到那个相 你可能会高兴 会会哭等等 这个相 你不能抹杀他 但是这个相永远存在 让你执着 对他那爱的要死 恨的要死 没有啊 所以你不要那么愚痴啊 所以说 清净心就代表一切诸法真实的相 是因缘合合 当体是空 所以才称为清净心 或叫做实相 或叫他佛性 也可以叫他真柔 都是指什么 一切因缘法当体空 而空在大圣更进一步讲 当下的相 他的性就是空 因为每一个法的性质是空 他才能够产生出那么多 千差万别的相 我们叫做万法 或万有 或叫宇宙 那么多不同的相 因为他们本身的性质就是空极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变化的相产生出来 就因为他们产生出来变化 没有一个法实际存在 因为就是空极 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空 不是这个空气的空 或空间的空 是这个相的变化 有我们本身的相 会老 会病 会死 来说我们这个身体的 当体的是空 没有真实的这个身体 永远都机能这么好的存在 是叫做确实有的 所以这个身口意又谈到 身口意要发挥每一个法 是因缘和合的奥妙 你看说你空不是说什么叫空洞 什么叫没有 所以在那个假象的时候 就是我们身口意 身口意就代表我们的 这个六根里头的有 有眼根 有身根 有意根 就代表六根 你面对你接触的 每一个因缘 每一个因缘产生的就法 法可能是不同的人 或不同的国家 或是不同的环境 等等都叫法 那我们的身口意 要发挥 每一个法的因缘 它合而当下的这个假象 还有这个假象的 它给我们的启发 或给我们的作用是什么 你都明明白白 所以这叫奥妙 你现在 比如说你现在 这个法的因缘 你现在是当人家的儿女 那你是不是要 发挥你身口意 对父母的什么 一种孝顺 知道爸妈心里喜欢的是什么 顺着他的心意 而不去忤逆他 能够让他真正的打中心里头欢喜 每天很愉悦的看到儿女和乐的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做儿女的这个身口意 这个像的一个奥妙之在之处 不会说哎呀这个老人家都是在老欢颠 老是在说话过往的事情 绕来绕去说个不停 你觉得烦 赶快把他送到别的兄弟家里去住 你看世间是不是有这些不孝 凄惨的事情不断的在上演 而没有知道我们的亲近心 能够发挥我们身口意 对每一个呈现的法的因缘 所以父母的和和的时候已经衰老了 已经身体老迈了 然后怎么样 意识也比较不清楚的状态 那你的身口意怎么展现奥妙啊 知道他现在身体跟心里都发生问题 你就不会跟他计较 你怎么会这么 这么什么样偏执啊 是这么难沟通 然后这么令人不欢喜 觉得很烦啊 哎 这时候你身口意的奥妙 就要四两拨千斤 能够更怎么样 轻松愉悦的方式 来面对这位长者老者身心不适的时候 让他如何能够安定 那就要靠你自己哦 你平常用的功夫的扎实 这时候心的定 就不随着这些假象 而文之其武 让你更慌乱就不会了 所以国庐师傅说呀 你身口意发挥每个法因缘 和和的奥妙 那妙是什么呢 就刚刚我讲的 不落在有一个实际可得 哎呀这个老人家呢 越老越糊涂就要老翻颠 台语的意思啊 越活越回走回去了 更不清楚了 所以你的妙你就不落在 他这个一个真实情形的像 而知道脑部的一个变化 身体的衰败 那一个不是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他有这样一个情形 哪有 他本来就是这样 叫真实不变的呢 所以这里讲的妙相 就是无相 无相就是这个相 没有真实存在 一直在变化中嘛 那这无相是一般认为说 什么都没有 反而就是因为 无相就是空极的意思 体是空极 因体的空极固 才能够什么 无所不相 才能够呈现树 身螺或是什么牵插 还有万别 种种的像 都没有任何的障碍 这就法真实的像 既是空 空又能够展现种种的色 就晶晶一直强调 色即是空 为什么色在变化 他的体就是空 那空呢 即是色 因为空的这个性质呢 才能够让他各个的主因 配合错综复杂的缘 一旦假合合 为什么要假合合 这个合合也是假的 因为他产生的是无相 那真合合就是固定不变啦 没有啊 他是假合合 呈现的像 叫婉然有的 所以我们叫做无相 那无相是什么 是无不相 所以才叫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或色不易 有没有 千上万别的像 那么多千上万别的像 都色不易空 他的每一个不同的像 他的体都是空 那空呢 不易色啊 因为空的这个体 或叫性质呢 才能够有各个的 因缘合合 产生不同的色出来 所以这里就谈到 因为空的道理 我们才回应到说 各个菩萨呢 我们在法华经啊 或各大圣的经典 有看到了 所以有个三昧叫 普现一切色身三昧 这个我们在法华经 里面的普门瓶 果罗师傅一下举出 正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身 固定的身就实际存在啊 实际这个身是什么 无相啊 变化的 所以说 没有一个固定的身 所以观世音菩萨 有三十三种 慈悲的化身写 而且是什么 处处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 听闻到这样的妙法 在各种境界 形成的因缘的当中 我们就要怎么 起我们的智慧心 就起心运转我们的 六根六式 就是在做大佛式哦 这就是我们功夫 落实的地方啦 很多人说 我们讲功夫是什么 我怎么用啊 经典都已经展现给我们 但是我们没那个地步 我们看不懂 因为你没有实际的体验 所以你看不出 佛陀所讲里面的 内在的意涵 所说为何 所以古罗师父说 我们听到佛陀在 不管任言经 各个或法华经 各个大圣的经典 通通叫做妙法 那妙法的意思是什么 要我们的清净心 就智慧心 能够关照他 关照什么 在各种境界因缘之中呢 我们就相应到 我们的清净心 就是智慧心 运转我们的六根六四 就是什么 六根不去攀缘 也不去着想 那六四呢 就不会起错误的认知 分别好坏是非 等等一切 这就是智慧心 运转我们的六根六四 就是在做大佛式 所以所谓佛式 就是时时刻刻 不离开佛的教导 也就是观照自己的清净心 不落在执着分别境上 因此 这就是佛出示 在世间的一大事因缘 为什么 还要开始误入 每一位众生 都具足的佛的知见 就是佛的智慧 人人都本具足的 这就是佛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很大的这个因缘 所以说 佛头出现一大事因缘 为此修行者 就是在做佛式 那什么是佛的知见 佛的知见 就是众生的知见 众生本有的清净心 你看这句话很重要 你们想说佛的知见 怎么会 果如师父说 是众生的知见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本有的清净心 是跟佛一样 平等不二的 那清净心又进一步是什么 就是代表一切法的实相 就是因人和和的法 是空极 所以具足一切妙相 你看空极才有 种种千差万别的相 就是妙相 所以法法经谈到实如是 而我们可以参照 天台智者大师 在对法法经 里面种种的意涵的玄妙 而著作出法法玄意 对实如是有详细的说明 今天要能够听得懂 就是包括前面佛多教的很重要 大圣的如来禅 乃至到主师禅法的精髓 都已经掌握了 禅示的非常明白 那等着你的功夫去落实 在一起心动念之间 都跟我们的清净心 也就是智慧心 去关照一切法的合和当体的空极 空极固能够展现 无量无边的妙法或妙相 那就试了 好休息十分钟 接着看 这个提出来这个大波人经的说 禅有浅身阶级书等 而到了看大小的坐禅的不同 然后到主师禅 是大圣最上圣者等等的话 而师父说 大涅槃经说有深的禅 也有浅的禅 那浅的禅 就是所谓的粗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等的不同 这个都是叫世间禅 也就是外道的禅 他们也都具足 这样一个禅定的功夫 但是这些世间禅 跟大圣的如来禅 或祖世禅 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都看到 不都是有一个禅字吗 都有这个禅 那不同在哪里呢 那古罗师父说明 如果偏重于以向 用这个向 来制止这个向 就以向志向呢 也就是从幻旺的心 而起这个幻的志 来做修行的话 那么就要借一个方法 让我们的旺心 能够停息下来 所以这就在说明 同样是一个禅字 再跟 这个 一般的 刚才讲的通外道 通世间的 有出禅到四禅 那这些世间禅 或叫外道禅 他们是偏重在以向 用向 来对治这个向 志就是处理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不是从我们的清净心下手 他用幻旺的心 而且幻智 而来做修行 那你起幻智呢 怎么起幻智呢 那就又借一个方法 让我们的幻智能够停歇 才能够用这个幻智 去对治 这个幻智 不再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存在 所以幻智呢 一念觉 当下就是我们的清净心 或叫真心 所以了解的这个修行的一种 运作的理则跟机制以后呢 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些世间禅啊 是以向至向 所以就举出了 有五庭心观 五庭心观 我们大家常知道的属习观 跟那个不敬观 是通外道的哦 他们也都用了 那佛头的智慧呢 擅长呢 接纳 这些用 幻旺的心 起幻智 来呢 用在那个犯法 虚幻 虚幻的一个法 来对治幻心 取头外道 人家就有属习啊 就有不敬观啊 那这五庭心观里头 有什么 有慈悲观 有戒分别观 有因缘观 那戒分别观呢 在我们 汉地这边呢 以呢 念佛观来取代 也就是这些呢 以念佛的方式来 怎么 除自己的罪障 也可以开发出 我们的智慧心 所以你看 有属习观 不敬观 戒分别观 因缘观 慈悲观 就五种 能够停息 我们的旺心的 种种的念想 那这里面也是有观啊 观什么 我们的呼吸之间的数字 有没有掉啊 还要观这个慈悲的 这个相啊 还要观照我们身体的不静啊 还要观照 一切的因缘 怎么和合啊 一念呢 这个主因的无名 就会导致呢 生死流转的开始哦 那戒分别观呢 各个的戒 种种的产生的时候 都在变化 你才不会认为 真实的存在一个 把握的生命 把握的一个事件 或是一个呢 山河大地 永远是可以 被你控制住的结果 都不是 都在因缘和合的 当体下都空击 所以这样的智慧 才会开发出来 那这样的五停心观 虽然说是有观察 但它主要的用意 是要停息 我们的望心 产生的望念 所以主要是在 指的安定 我们的心性 所以师父就说 五停心观里头 有不经观 属习观 等等这些 都是对视我们 旺心的一个方法 那这些方法 你要怎么用它 用同样的方法 如果是小圣的佛法 他就认为这些法 是石油法 而来修行 确实可以达到 去除烦恼 而有所证悟 而这个证悟是什么 了生托死 但是 到了后期的大圣的涅槃 或波勒 来说明 这个世间所谓一切 通通是因缘的假和和 呈现的法 所以假和和 这里就说假有 所以没有一个实际的像 叫存在 因为有存在你才可得 但实际上是无实际的像 可得 所以我刚才讲说 同样是这些 属习官 不敬官 道的大圣 他不会认为这些法 是实际的法 一样通过他 一样可以了生托死 但是他更善巧方便的方法 能够印证到 大圣所讲的如来禅 我们当下的清静心 也是空极的 所以认知到世间 所有一切的法 都是无相 才叫真正的实相 这就大圣跟小圣不同的地方 大圣用这个法 但是他不会认为这个法 叫实际有的 所以一样 方法他用 然后你的政治见 就智慧的观照他 而知道一切空极不可得 那就是大圣的如来禅 如果你认为这个烦恼 实际有法 修行得到的涅槃 也实际的法存在 那就是叫小圣 叫做偏真的涅槃 而不叫就近涅槃 代表是什么 也要放下你所修的境界 而一空极 当下就是转换大圣 当下大圣的转换的如来禅 如果你对佛陀的如来禅 已经内化实证之了 而又不依奉佛陀菩萨的 这些正量里面的内涵的 这些的依靠 包括语言文字 所有一切 你都能够怎么放下他 而真正由自己 证悟的心性当中 所流露出来的境界 铺天盖地 顶天立地 立触皆真 那么这时候就叫如来禅 不是就叫做主思禅 所以一样的运用 而在于你的心量 说物资的一切 确实是空极 确实是圆满平等 而到了如来禅 你还依奉佛陀的教法 到了主思禅 完全放下 能够由自己生命的正量 去带人处事 见闻觉知 就像我们六祖大师 所教我们的这一些 那就叫做主思禅了 不再依附 不再依靠佛陀的 所说所教所证 而是所教所证 已经内化到你生命 实证了 而实证自己画出 种种的这些教化的手段 包括你所说的言语 包括你所教化众生的 这些的作略 一一都能够真实的开展出来 而不是说这是佛陀讲的 那是菩萨说的 那你自己的呢 不一样 你不会说你做老师 你读了这些书 你怎么说 这怎么说 你照一下鹦鹉 在念给他们听 同学不就碎一片吗 谁还听你的 你说老师教你防生素 你前面是教的会了 但是以你体验以后 你所发现出来 那个全素路素套路 就不一样 因为你是亲自活在你同学的面前 他感受的是你 教出来 打出来 用出来的 就不一样 所以你那一套会 但是那一套已经化到你生命融在一起了 是由你自己做出来 就叫如来禅 所以这里师父又说明 后期大圣的涅槃般若 则说明 世间所有一切都是因缘和合 是假有 无实际象可得 所以读经遇到禅制 就要观察上下文艺和他们的脉络 才能够确实了解 指的是哪个层次的禅 师父帮我们点出了 你可能还搞不清楚 就葫芦吞着 都是禅 还有分小圣禅 还有大圣如来禅 还有祖师禅 到底禅在一起 在说什么 那这里回归到六祖谈经 所以呢 这个唐老师也是这么整理 那师父就说 六祖所说的禅 是指什么 智慧的妙用 不是一般小圣讲的禅定而已 六祖大师既是大圣如来禅的禅 也是祖师禅的禅 那真实的内涵是什么 就是智慧的妙用 就是禅 那智慧的妙用 如何妙用 因为我们的清静心性的真相 清静心之所以清静 是因为一切都是空极的 那空极呢 能够让因缘 有所合合 合合就是所有的一些的妙相跟妙作用 那我们清静心能够发挥出这些功能跟作用 叫做智慧妙用 所以这些妙用就是我们清静心性的真相 所以有所什么 没有作为而去做该利益众生的事情 能够做对了 不会去攀岩 不会去颠倒 不去分别 那就是清静心的智慧妙用 所以叫做什么 清静心性的真相 那一般佛经多是指禅法 就是心法 那是关于禅的修正 安心的法门 一般的佛经讲的禅法 指心法 就是禅的修正 来安心的法门 那实际上不仅安心啊 还有种种的妙用啊 这妙用不仅可以自己舍出 所有可沾染 著着的能够舍下 包括你教化众生的 有众生可度吗 有众生真实的愚痴 或聪明才智的对立差别吗 而让你简直说 哪类众生可教 哪类不理他吗 没有 所以这就是什么 清静心 是生起的什么 智慧的妙用 就刚才讲 清静心性的真相 不是只有空极那一面 所以这里有指出 佛托时代有心解脱 跟会解脱 两种修行人 你看是不是就指出来了 心解脱会解脱 那心解脱是什么 从禅定功夫上入手 怎么入手 一层一层来禁除妄心 最后证悟到一切法 确实无偿 无偿故苦 而苦呢是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掌控 所以叫空 那空的意思说 一切呢 既是要因跟缘合合 所以他不是唯一的 而且他也是怎么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说 没有一法能够备于主宰 或主宰什么法 所以叫无我 所以这里所讲的 一般种禅定入手 那就不是禅宗 所谓的明心见性 这里讲的心解脱 禅宗的明心见性 是指什么 会解脱 是什么 指听闻到异理 直接观照到诸法 缘起当体 性空的实相 这其中不一定有很深的禅定功夫 这个会解脱 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 也就是讲一句话 跪见地 不中禅定解脱 所以这里果如师父说 佛陀时代 有修行的解脱 有从禅定入手的解脱 叫心解脱 有的是从智慧的解脱 而这个会解脱 就指禅宗 谈到的明心见性 那这里心解脱 会解脱 师父说 史上还有一种叫拒解脱 拒解脱是什么 心 同时透过心 跟会 这两种解脱 而正德 叫做 称作拒解脱 那这里就在阐述刚才讲的这些解脱是什么 禅法是指法的修行 得力的时候叫定会等词 或叫定会都圆满成就 那这时候就称为三昧 三昧是什么 是按照范围的音翻过来 那实际上呢 你在小圣就指这个禅定 那大圣就叫是定会圆满 所以刚才讲的会解脱 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 乃至于明经线性 也可以相应到什么 心解脱 会解脱 就同时都具足的 具解脱 所以这里说 这样一个状况 而谈到我们的念佛 你如果嘴皮念 也没相应到阿弥陀佛 或十方佛一切的内涵 所谓的佛就是 究竟觉悟 一切法 都是空极的 这才是佛 才念的佛 所以你念佛没有到达什么 达到什么念佛三昧 而这里三昧就是什么 定会等词 那你没达到念佛三昧 就不算 就不能是真正解脱 所以念佛是一种禅法 早期的念佛 不是磁迷念佛 是透过什么 观像 一尊佛像 在你眼前是观察它 而能够呢 没有像的时候 你的心像对佛的这些庄严下 也可以一一很清晰的呈现出来 所以用观像 或者是观想 观像观想要达到什么 实像是无像的 是空极的 而现在用 迟迷念佛 不管迟迷念佛 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 通通要达到念佛三昧 才是真正解脱 所以果如师父说 念佛是一种禅法 借着念佛让心不仅安定下来 念到一心不乱 或静念相继 这只是定 还不是三昧 为什么 没有达到禅宗说的明心见性 或叫开悟 所以正得三昧 不只见到性体的圆满清静 而且是身心上 完整的落实与相应 什么叫完整的落实与相应 女心的安定 确实看每一位众生 都跟佛 跟自己 没有任何的差别 更知道 这个差别的相 为什么当体就是空极 所以空极固才叫做什么 真清静真平等 这就是智慧的作用 就不一样了 所以慧的作用 跟定的这个定力 的均衡 这叫Sammati 叫三昧 叫做定会等词 所以师父说 禅法是法的修行 但是得力的时候 能够达至定会等词 也就是定会都圆满成就 所以这里谈到 大圣人证得三昧 那就继续一个法 接着一个法修 修这个禅法 就是修这个法 一个法 接着一个法修 修无量的法 那是大圣 正的三昧都是互通 而小圣人正的三昧 以找阿罕经所述的 诸漏以静 犯行以利 所作以伴不受厚言 所以不再进入到三界中 这时候进小圣正入的三昧 定会成就圆满了 结果他不去修无量的法门 为什么 他要进入到涅槃 就与三界六道的众生 跟这个世间暂时隔离了 所以无量法门 他就没有继续修学了 所以叫做小圣禅法 大圣的修行人 大圣行者 面对一样的法 他正的三昧 结果他可以怎么样 无量无边的 去修正它 所以这里就以阿罕经 找阿罕经来说 小圣人正的三昧 是不再进入三界中 而大圣的修行者 就不一样 那这里回到 禅宗的是大圣的修行者 而说多 禅宗的明星见性 是只见到诸法的实相 不代表修行的境界 果位呢 已经相应到 上述三昧的境界 所以呢 一定要时时刻刻 保认那个见 不离清静心 从信上启用 这很重要 所以物后 为什么要在事项上 来磨练你 训练你 因为你不代表修行的境界 如二圣说 断了烦恼 正的一份法身 确实断了烦恼 但是不是 禅宗是 特别实践 注重在这个智慧的见地 而在禅宗解脱呢 是你在事项的磨练当中 一一去体正 一一去完成 所以师父有说得很清楚 禅宗明信见信 是只见到诸法的实相 一切是无相 是因为当体的空极 但是他证得了这个智慧 所印证法的实相 并不代表他修行的境界 说断了什么烦恼 以小生的身门圣里头的出国 就确实要断除什么 身见边见一见 当然在智慧的身见 以成终的见性 也是什么处理掉的 没有问题的 身见边见一见 那这个当下呢 就有多少的见或的品类 要一一去完成它 那就就是你禅定的心解脱 才能够达成 然后我们的会解脱 也清楚这些确实是 这个假象 但是如果你没有 实施保认你所相应的 那个智慧心就是清静心 然后再从信上去取 种种的造 用去明白这些的事物 跟你所证的这个空性的见 是不是一样都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叫悟后起修 悟后保认 所以呢 保认跟起修当下 才能够呢 从信上你正应的这个空性啊 而去造见每一个法 都是真实当体空极 所以你对深鉴边鉴一鉴 好像有81平的鉴货 出国就完全处理掉 然后出国处理掉 就要修什么四圣地 四圣地的苦地 苦类制苦忍制 一一的去相应的 一一的断除这个烦恼 再往上再继续修一层一层修下来 而禅宗的明星见性的会解脱 当下从义法任何义法都是当体空极 而呈现的这个假象的无相 确实印证了 无一法可得 无一法真实存在 是真正的平等 真正的清静 然后从信上你体证了以后 要在任何的事物上的相 不管人是物 你一一去印证它 确实跟你所见到 体验到 受用到 证悟到 那个一切的空极法 要怎么样 再去从各种的谋念当中 都再去印证它 都是空极 所以师父就强调 你果位上已经相应到 上述三昧的境界的智慧 你确实达成了定会的 这时候的圆满 但是 你的境界对这些的见或失或 所谓的烦恼 还没有真正的去断除 所以叫做不代表修行的境界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要怎么样 时刻保认 你当时印证的本质具足的智慧 说一切法是空极的 这个叫做这个见的内涵 那你如何能够保认 就是不离亲近心 亲近心就是什么 知道一切法空极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你现在起烦恼了 就被这个进风倒了 一切是无相 谁在起呢 对方有真实存在吗 然后老我那句话会个衍生 真实存在吗 既也没有那个人 也没有这个骂的这个声音或动作 也没有个我 这就是箭哦 你体验的那个箭的三轮体空 所以就是亲近性在信上其妙用 这就是你误后以后 要从那 误后以后呢 主是大的 就是挑那个最苦的单 去做火头 你知道火头是什么 煮饭啦 上百上千人要吃你的份 吃你的菜啊 用那个灶去烧火啊 一次的量有多大 火有多猛啊 多热多燥啊 外面的点说在吹你啊 外面的人吃不够 在喊啊 你怎么样 火上加油啊 没有一刻是安静静得下来啊 所以误后的人就要讨这些苦 苦丹 要去怎么样 保认你所体验的那个箭 是空性箭的 是不是真实这时候 有我在恼火吗 有外面的吹的那那么多人 说要等着吃你不够 要跪向要怎样吗 那有跟你配合的下手 那个米还没吸好 那个菜还没切好吗 通通是什么 空急 空急意思是什么 你没有这个担忧 心没有担忧 手脚俐落 不慌不乱不忙 厉害吧 就要做到这样啊 不是说你知道 做不出来啊 你怎么去说服别人说 你是误后起修保认的 看了一下就慌乱了 我就看到好多菩萨 法师 这个不是要这样这样 我说你就这样做就安心 偏大碰到变化 我们自己马上调整 他还是很紧张 你不要怪他 你就跟他 你只跟他讲 你不要紧张就好 他听得进去吗 他无法接受啊 因为他没有体验到那个 这个智慧的这个剑 一切法都是明心见性的 见性的这个性 就是见性的见 就是体验到一切法 都是空急的 所以他看到说 赶快来不及了 怎么办法师 快点快点 那看到我呢 悠然的走过 他更急了 法师不是很急 你怎么还这样慢吞吞的 快受不了 我说急不得呀 也急不来呀 我们听过一句台语的话 吃快弄破碗 你要吃得越急 那给你盛碗菜的这个 盛的这些的器具碗 马上就弄破了 那你怎么吃啊 你心越急 事情做得越糟糕啊 欲速则不达呀 所以呢 那果师傅就跟我们说明 禅宗的明心见性 是指见到诸法的事项 不代表修行的境界 但果位上 已经相应到上述三昧的境界 所以 务后一定要时时刻刻保认 那个见 也就是不离开清静性 也就是见就是智慧 智慧就照明一切 确实是差别下没有真实的存在 因为都是空极 所以这样的 明白了以后 叫做信上启用 倘若有一念 离开清静心 也就离开的智慧心 那么 那一念就相应到 凡夫的什么 妄想分别了 那我们再回归到 世间禅或叫外道禅 有什么 四禅八定 或者声闻圣的 里面的解脱小圣禅 或者这个大圣的天台直观 它是赤地禅法 而不是 这个如来禅 或者是什么 祖师禅的什么 顿禅 就不一样了 所以不管外道的四禅八定 或是声闻的小圣禅 乃至于大圣的赤地禅法 都是怎么使用 从相上的差别的一一说明 因此说明了以后 就有身跟浅相应的禅的阶次 还有这些果位 但是 禅宗直接从性上 像的本源 就是他的本性 自性是什么 空极的 从本下手 厉害哦 所以禅宗直接从性上 来发挥 诸法究竟的实相 所以是什么 没有圣凡啊 没有佛 跟我们凡夫的对立啊 就不同啊 或者这个接次的差别啊 要修四十二个阶位 或修五十二个阶位 才可以成就佛果 那你说有什么对错吗 不是 因为每个众生的根基 相应的不一样啊 所以佛头就会应病与药 这就是后得志的方便 来接引众生 能够达到 成佛这个道路 一直走 走得下去 所以这里在说明说 一个是从 依法对志烦恼 所叫见识啊 然后志产生了 你的迷惑才能够断除 所以这个就从志生 或断的对志上来做说明 那禅宗是什么 秤性 性是什么 空性 或叫极面 相应到每个法 都的法性 都是空极 所以叫秤性 所以呢 志究竟性 志就是从哪 究竟的性 是圆满上来发挥啊 所以呢 每个法的法性 都是空极的 所以从根本的入手处 就可以通到一切的法 那一切法呢 没有差别 但是差别的像 跟他各自的功能作用 可要你怎么样 务后起修 保认你的清净心对于差别下 你都没有迷惑 都没有障碍 都能够什么 圆通 那才是哦 才是修行的正确的方法哦 所以禅宗的修法是这样哦 所以说师父就说 真正到佛的果位的时候 则什么 法法皆是一圣法 什么一圣法 都是真清净 真圆满 真自在 确实无一法不空极 都是空极 才产生种种的妙法 妙相 所以这一圣法是什么 没有高相没有差别 是究竟平等 如果不知道究竟实相 是无相的 而你来执着说 方便修他的相为实有 那错了 而不知道一切诸法 乃至你证得的一切字 的获得或证得 都是什么 如患 如果你不是这样去相应 那你就违背了 佛陀的真实教法 所以佛陀的究竟实相 不是要你是执着 说你方便修的这个相 是实际有的 根本他就是如患的相 而实际上如患的相 他的性就是什么 空性 一切的法的性子 都是几滅 都是就是空性 这才是真正相应的 佛陀的真实教法 因此说到 真正的禅 与就法的最究竟的实相 是无相 而且要怎么无不相 你就心经的讲 既要讲色即是空 也要说空即是色 叫色空不二 就这里讲真正的禅 说真正的禅 就是定会等持 等持的意思是什么 相应到一切的法是无相 而且是无不相 如此两个都具足了 才叫做最究竟的实相 那听到了吗 所谓实相是无相 但你不要认为无什么都没有 无是指他的相 一直在变化 没有真实存在 而是他相的 当下的性就是极灭 那因为极灭 才能够有各个因缘的假合合 呈现到千差万比的相 所以叫无不相 既要无相的空性 又要无不相的色法的千差万比 那才叫做最究竟法的诸法实相 哇这很重要 所以这才叫做真正的禅 听懂吗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果位的高低 以及染尽的对待 好像师傅说麦克风比这条毛巾 比较好吗 或比较差吗 你心里就在比量 就在想 适量比较 麦克风比毛巾贵吧 所以比较好吧 那这就是分别了 如果你之前的就比较好 那脸脏脏的可以拿麦克风来擦干净吗 哎呀你就倒不到你痛死了 满脸了 变成花脸了 都是痕迹血迹斑斑 所以你说 这个比较贵就叫好吗 用不到啊 用不来啊 用得越糟糕啊 那什么叫好坏呢 你的定义是什么呢 以价钱来定就对吗 而回归到法的本身没有高低好坏 都是一如 都是缘起所生法 都是当体控才叫一如 因此都空净 每个法的空净才叫平等嘛 那平等就没有对待的差别计较而执着 所以叫做亲近啊 所以各自展现最究竟圆满的相用 那法法的圆容啊 法法的自正 那就是最究竟的实相 你看这里讲究竟的实相的定义 跟前面无相无不相 是不是一样 法法圆容 每个无不相 为什么会圆容 因为他们的体都是空净 所以没有障碍啊 都是圆满 而且是相净相容 如果不是空性 马上就碰到弊了 就有直爱了 就有障碍了 所以有无相 是法法圆容 那法法圆容 你说没有障碍 你要用得出来 好用啊 帮助到人家 生活上的便利啊 生命上的痛苦啊 都能够帮他处理掉了 那才叫做自在啊 那就什么 要无不相啊 这时候要跟他说什么话 来安慰他 这时候用什么药 来帮助他的身体的痛 这时候要用什么方式 让他心情愉悦 这时候怎么怎么 这就是什么 无不相 也就这里讲 法法自在 你用得出来 帮助到他 确实能够离苦得乐 那么 所谓法法圆容 法法自在 也就是前面的 无相 无不相 都具足了 也就是简单 心经讲 色空不二 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样才叫做 法最究竟的实相 这样听到了吗 那无能不能从呢 像那个天台中的直观 或其他的大圣的宗派里头 是从赤地入手 那就掌握 所修的法 那这个赤地怎么掌握 修这个法 能够修到 这一个三昧啊 定会等持 那这里说到 从文 思 修 行 正 种种赤地 见次努力 就能够于其中得到受用 也就是 有所进步了 有所了解法了 最终也可以正得果位了 听闻佛陀所教的 所正的 所悟的 所修的 那你听闻到以后 你要有所感动啊 说这确实对我生命 对世间有所帮助 说你要怎么样 思维它 思维什么 我的问题在哪里啊 我能用什么佛的方法 怎么帮助自己啊 那你想一想呢 如果怎么样 想了以后不去做 不是属人财宝有用吗 说你要修啊 修就是佛陀讲 我们的盲点 就认为有个真实的我 然后你思维说 确实我在这上面 让我得不自在 所有按照佛陀 给我的禅修的方法 不管属习念佛 拜佛或是用这个话头 或墨照 我要真正去做啊 修是说修什么 修除我们错误的颠倒了 修除我们的生死心 不要一直那种 赤然旺盛来困住你 所以修除分别 妄想 这些颠倒 生死心不在作用 当下生死心就是真心啦 所以这个时候修啊 那修是不是一天补鱼 十天晒亡 没用的啦 你要行持不断啦 最后才能够证悟 原来我就跟佛一样 是清净圆满的这个 妙明真心啊 而且每一位终生都有啊 我怎么那么愚痴 欺骗自己这么久 辛苦生死轮回 这么长远 今生有幸做人啊 遇到善之士的慈心啊 像妈妈的老婆子啊 苦苦的劝导我们啊 孩子们回来吧 不要再流浪了吧 你流浪到什么时候啊 这时候你证悟了 你就明白 我只是转个头 我放下我的 认为一个真实的我 真实的境界 而当下我的妄心 就是我的真心 就是清净心 就是智慧心了 与佛没有不一样啊 这时候你才真正的 发起的这个 称性启用 要来行菩萨道 帮孩子 帮学生 帮家人 帮世间人 帮助一切世间 种种的专业 你都愿意投入你的身口意 去妙行妙用 所以师父说啊 哎 你能够这样的话去做 就真实的进步了解 说以前的认知 都认为一个真实的我 去看待一切都真实存在 错误 那是颠倒 所以明白以后 你就不会再颠倒了 你就不会一直制造 生死的枷锁 套住自己 不肯放下来 都不是别人的过失 问题在自己 怎么能够呢 卸除这些错误的知见 才叫做修 然后义正确的知见 去行持 才会真正证悟 本质具足如佛一样的智慧的知见 都是圆满的 那这从另外一方面说 但若从诸法实相来讲 实相就无相了 实无一相可得啊 也无一相可施啊 那经上说有修 有正 有得正果位 都是重点是什么 这叫什么 苦苦婆心啊 尊尊教诲啊 所以果如师父说 佛陀讲这些不是自打点 而是什么 方便假说 为了要劝导我们呢 从这个智慧的大喊 你愿意进入这个智慧门 你才会闻思修行正 正的本质的清净心 才能够信尚奇妙用 帮助自己 又能够帮助别人 真正相应自己的清净心 每个人建立自己的清净国度 而色化兼引更多的众生 都来统振佛果 所以地藏王菩萨才会说 地狱不空啊 我士不成佛 什么意思呢 哪来地狱啊 哪来的众生真实存在 还有我有成佛不成佛的问题吗 这些统统接引我们的方便 所以你要发出这样一个就是趁上 信上趁信起用 就是信上起用 起这个用啊 要来设画教导众生啊 你说无相什么都无 无相是说没有个真实相 让你执着在心里头去抓住他 认为一个众生好于是交不来 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国度很污秽或很清净 这都是什么 如幻假相 都是无相 所以这些经上说有些有证有果味 都是方便假说 并非就近的十亿 所以佛陀讲说 我的教法里头有了意教 还有什么 不了意教 所以法华经有讲了 前面是我的方便善巧 后面是讲的本来就是清净 本来就是空净 本来就圆满 所以你知道六祖大师撤悟的时候 说出五个和期还记得吗 哎呀和期本自清净 本自具足 本不动摇 有没有 然后呢 本没有来去 而且自信能生一切万法 这就是就近十亿 所以禅宗开显的是就近十亿 所以为什么叫做主师禅 就是这样 佛陀讲的如来禅 也是就近的了意教 但是那是佛陀所证法的实相告诉我们 而禅宗是要从你的心性 证悟的心性当中铺天盖地 从你的正量 所流露出来的言语动作手段 而不会说佛陀怎么讲 菩萨怎么用 你还依奉着他 而不敢自己承担 当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舍我其谁 你要那样担当 而不是真的有个我 就是无我 我更要无我的这样行径 去利益众生 所以这时候 才能够真正帮助到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呢 在禅宗开显的旧意实相 是一真一切真 一假一切假 假 因缘合合当下 展现各自不同的相 种种不同的因缘果报 所以才有不同的禅师 有不同的教授 不同的教导弟子怎么研习 以致他们自己 证悟 去入的特别 这个 善巧的这些 的三昧 所以他教导弟子就有证悟 他自己所经历的 不同的三昧 所以你看华音镜里头 才有三昧 同志五十三昧 学习的各种不同的法门 真的太好了 很感谢果如师父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上课 所以刚才讲说 什么叫旧经实义 那这里师父在继续开言 禅宗开显的究竟 禅宗开显的事 究竟的实义 所以刚才究竟的实义 就是空 跟千差万别 我们统设为色 是不二了 空大下就是一切的色 色大下就是 本性就是空 所以这才叫一真一切真 禅宗就从 法的本性 就是空即 就是真一真 就能够骗通一切法 都是空即所叫一切真 但是这个真 的空即不是断灭 因此它呈现的 这个假象 你能够一个法的假 就是通达一切的假 那假的机制运作是什么 因缘和合 那这个一切的假 就是要你物后起修 信上启用的这个地方 在一切的假 不管有人事物的因缘 你都要怎么 去观照一切 它的实如是 如是信 如是像 如是做 如是利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报 如是本末究竟 你才能善观察这个像去善用它来利益事件 所以说这一些假 展现各自不同的像 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因缘果报 有没有刚才举出法华经的实如是 你想要更清楚就可以参照 智者大师的法华旋意 所以这里呢 刚才前面就讲了 不同参师有不同的教授 所以说华严君就散采五三参 那学习的各种不同的法门 那这里谈到一个问题 却因 还有我想进入这个境界 你看问题在这里 有这个可敬的观念 善采童子就敬不了 他要清净这个善知识 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他有这个我要进入这个境界 有这个念 有这个敬的 这个念头产生就可得 那见不去弥勒的楼阁 你看看 善采童子依参道弥勒 菩萨已经成就了多少的功德 这功德就是一切的假 这个假在 现在遇到谁 现在遇到谁 弥勒尊佛所居住的楼阁 他说我要进到这个境界 进入到这个楼阁里面 起了这个念头 有这个法一定点的存在 结果进不去 他真实的定妹 成就的三妹的定会 没有完全使用出来 为什么卡住 有这个法可得 因为有这个境的念头呈现 你看这么差为戏的 所以为什么禅宗说要什么 悟后实实保认 就是这个意思 保认你所见到那个性的空性 到一切假 都还是 当下的性质都是空极 你一一流去印证 印证这时候才叫什么 你进得去 弥勒菩萨的楼阁 他在都帅 欲界的第四天 叫做都帅天 还分内院外院 他在内院做教化的工作 因为他是一生补处 所以要接掌 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沙坡世界 所以他是当来下 神弥勒尊佛 到时候我们的沙坡世界 名字也改了 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 善财首千参返的善之士是文书 他已经到最后迷了 叫他回去见文书 却怎么也找不到文书 只感受到文书 为他谋定加持 这要说明什么 为什么最初发心 由文书指导 最后进入到法的实相的时候 却找不到文书 有意思吧 因为法的实相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法真实存在 你也找得到吗 而让你找到那都是什么 方便全巧的接应 非究竟实相 哇这太棒了 说你看 在善财同志就发回 法华经里头一品叫入法戒品 一开始由文书接引善财同志 到最后你修正了这53位的善之士到第53 再回到文书施力菩萨所展现一切法究竟的实相是无效是不可得 你所成就的境界都是如幻的境界也是不可得都是空极都是极灭 所以师父引出这段话来说明 这是禅宗所说的幻治 对应幻境的时候就要怎么样 有妙治的运用 让你不住着 没有这样一个分别的 这样一个得失的心 他得什么 我要进入这个境界 结果进得去吗 进不去 所以这就是幻治 连产生这个智慧都叫幻 你说我的智慧真在用 对没有什么真实在用 幻治 然后对这个要进入楼阁的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楼阁是真实吗 幻境 因此面对你产用这个幻治来对幻境的时候 这时候这时候才叫做什么妙治的运用 不住着任何一个成就的境界 所以师父 马上从前面的幻治幻境到妙治的运用 就回应到下面那一句话 妙治一用马上要舍掉 所以不可着相看到了吗 所以你不要沾沾自喜 我刚才做得多好啊 师父你怎么不赞叹我一下啊 或是老婆大人啊 或先生啊 你怎么不肯定一下啊 哪有谁在做啊 哪有什么妙治真实存在啊 用完就丢了 你本来就没有啊 这不得意还跟你讲说不可着相 拿那个相让你着 所以果如师父说 他现在讲禅法走出去 若还自以为了不起 那还得究竟禅法的受用吗 看到没有 当然不是 没有果如在讲 也没有常真 也没有你认为一个禅法 然后有个真实的境界 让你受用到通通不可得 因为法的实相就是这样啊 无相啊 本来就是空性的 极灭的 这里又会归前面所讲的 智慧做啥用 善观因缘来起种种的用 该帮到他 该让你到苦得乐 但是怎么样 用完以后就丢了 没有我这个人啊 也没有什么产生智慧的 没有用啊 就要真的了不起 没有啦 也没有那个众生 现在受到我的恩惠 他什么时候来报答我啦 对我恭敬一点啊 不用啦 本来就是平等 他只不过暂时迷失了 有什么我跟他的对立啊 我比他高一点啊 没有啊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 怎么一着相 对不起 你朋友的智慧 产生不了作用 所以叫做没有智慧 更难听叫做什么 无名啦 啊无名就是什么 愚痴愚弄你自己啦 伤害自己啦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禅修到最后 即处处不离法的实相 重点重点 你禅修是干嘛的 处处不离法的实相 就是 法的实相就是 即灭空极啦 所以叫做清静 叫平等 你要不要再分你高我低我 加你加我孩子 他孩子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法的实相是什么 无相 所以平等 因此 你要善于利用因缘 各个的差别相 你明白他 为什么叫平等 他种种相的特征是什么 他的功能跟作用是什么 你会运用他来帮助 世间更多的人吗 让世间更加的圆满吗 你就要去善观这个因缘 就是智慧在没有用 那没有用就没有我在用 没有那个相的高低好坏是非 通通都是假相的 是意识的因缘相 那你善用他 然后把这更殊胜的相 你才能运用的出来 让世间更安定 更和谐 更光明 你才做得到 怎么做 智慧没有用 善观利用因缘 而不在因缘的假象上 去做文章 真实的是怎么 排除 大家的贪心 而造成了这个不好的相 你要去劝大家 没有真实的相 让你贪得到 自然而然 就好的这个因缘 就会成就 就大家互相的一个美好的环境 是什么 不是说住一个好的环境 好的环境是你的心 能够做出 帮助更多人的 那些放下分别计较的时候 彼此的互助 和乐 尊敬 感恩的心 那时候的环境 就越来越好 为什么 至少大家不去破坏 不去践踏 然后懂得去爱护 保护的 然后一个感染一个 你看 所以为什么佛法说 要从我们的心 下手去振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清净 就是智慧的作用 妙用 所以我师父说 这句话很重要 禅修到最后 是处处不理法的事项 善于利用因缘 实际上是无效没错 但是无效不是啥都没用 他有他的作用 给你快乐痛苦 虽然快乐痛苦 没有真实存在 但很多人不明白 迷在里头 就继续苦 然后把那个乐 当作真实的 都一直追逐他 追到后面也没有 又苦 所以你要善于观音 利用这个因缘 而帮助到众生 让世间更加的 成为一个清净的国土 共同的努力 所以师父鼓励我们 身为佛教徒 不应执着 一定要有个怎么样的样貌 这样是陷入到邪之间 也很重要 你不要执着 一定要有个怎么样的样貌 道貌 黯然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只是做个形象 没有内心真正相应到 自己的智慧的心是清净的 自己的心是真心的 是清净的 那有何用呢 你是陷入到邪之间 所以就说到一般我们众生 常见而不自知 不自知什么程度 自认为自己所学 所修 所依从的 这个宗派或善知识 都是最为真实的 然后来批评 其他的通通不对 不是必须禁除 这衍生的国外的宗教就这样 为教义而战 是跟我同教 非我同教是异类 铲除 是这样吗 佛法讲你的清净心 真正的慈悲 智慧就引导你去尊重别人 平等爱护一切 这叫慈悲心 结果你非我同类是异类 就是什么魔 就要铲除 好可怕呀 所以你认为你的最真实 最对其余都不是必须禁除 甚至为教义而战 使可成为真正虔诚的教徒 错 打着宗教的旗帜 去做杀人放缝 杀破坏 世间一切人的生命 跟财产 跟自由 跟一切 宗教是要和平的 是要让每个人生命真实 得到究竟的安乐 这才叫佛法 是觉悟的 觉悟生命人人平等 什么时候有什么 为教义而战 才叫做真正虔诚的教徒 你就是无明了 没有智慧了 然后被愚弄愚痴的 还不知道 所以佛教教我们是什么 师父又说出 佛教知道 世间一切都是法 而法的实相是平等 看到没有 平等各个法展现 有千差万别的相 那个相各得其妙 但众生往往依凡夫的知见 而来对他这个分别 对错高低 那里面计较分别执着 颠倒 所以才会被人家利用 你要为教义而战 才叫做真正虔诚的教徒 你这样就不爱宗教 你不信你的主 你就不是我的信徒 是这样 师父举出 屎尿虽肮脏 但是大自然却以 这些屎尿为营养 所以师父说他 跟师公上圣下阴老和尚 回主庭的时候 看到菜头正在交放 这个菜里面都放了一条一条厚厚长长的 就是我们的屎尿 就是这些菜长得特别的好 特别的大 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甜 所以我们认知的肮脏 结果是大自然认为的营养 所以在说明什么 屎尿只是展现法的一种形象 形象对大自然需要 人类的认为说 哎呀那很安张无悔 所以来说法 在道理上 是平等一如的 一如就是没有差别 没有不一样 但是向上却有千差 种的万别 也就是讲色空 空道理上是一如 是平等 而向就是色 却有千差万别 所以才有叫万法 或叫宇宙 宇宙的万有或万法 所以呢 这两方面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的智慧 清静心 能够善于观察 这些不可思议 不管在向上 以及向上它的本性 就是空极的 你都能够一一明了 去运用它 所以叫善用 这些种种 最不可思议的 这些向跟作用 而来成就可以成就 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你为什么要善观因缘 这因缘里面 有从种千差万别的向 你们迷惑在里面 认为它真实的好 真实的坏 没有 它是空极的 所以是平等一如的 但千差万别的向 那你怎么去应用它 怎么使用它呀 这很简单 像电脑 还有很多的iPad 所有的一些 或什么各种设计的APP 现在很流行 手机 用这个Pay 这个手机付费 甚至有的更快 你照你的脸 就跟你的户头 什么都连结的都不用 但是这个安全的检查机制 却要做得很好 不然有这些的骇客 一下就是迫害了 各种的欺骗的手段 越来越高明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什么 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用 只是要用在哪里 这些像跟作用 满足它的什么 五体不动 而那简现成的 要得到它最大的利益 所以说在谈到 虽利益一切众生 还要做到什么 三人体空 人无众生可度可得 也没有我在帮助众生 这号人物 这样才叫做真正的菩萨 所以你知道菩萨 在心经里头讲什么 我师父待会就会讲 我们看后面的 所以从外向上看来 菩萨种种作业 跟凡夫没有一样 为什么 对啊 照样吃饭睡觉 但是品质不一样 凡夫吃个饭 要千般的计较 睡觉的时候 是万般的适量 在季度的过去怎么样 未来又怎么样 或是这样 引起他的神经的 中枢神经系统 已经紊乱了 所以盖睡的时候 睡不吵 等等都有关系的 所以说 你看菩萨跟 凡夫作业 就是他的行为 没有不一样 一样具足 才设名是睡 但是 你们的品质不同 只是我们不了解 我们看师父的举例 他说比如天王 国王大长者 他们对五欲 就是前面讲的 才设名是睡 他们的受用 是比较于 平常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的 但是你看 师父就要讲出 刚才说那些话 但这些菩萨 只是把他 这个五欲的因缘 发挥到最完美 为什么呢 他用这方面来 帮助众生 清净佛法 证悟佛法 说他是驾驭 善用这个五欲 被他驾驭 来善于使用 而不是成为 五欲的奴仆 凡夫是五欲的奴仆 就我刚才讲 你们的品质内涵不一样 一样是在什么 才设名是睡里面的 这个作用受用 但是菩萨 他能够把他发挥到最完美 是什么 帮助众生 能够清净他的身形 口形 意形 怎么让自己的生命 跟他一样的潇洒自在 所以菩萨运用这个发挥 发挥到最完美 但是他对他有没有执着 哎呀有执着 就不叫真菩萨 那叫做尼菩萨 过疆即容了即化掉了 那就假的了 所以谈到这句话 国师父就举出 有空我们可以看看 虚映老和尚的传记 他作为一个老实的修行者 当他悟到成就以后 就发心复兴主庭 真的很不得了 复兴主庭做啥 救国救民 为什么 有一个真实的姻缘 这个成就的 我们这些禅宗的 这历代朱祖的 所住席的这样一个 道场 就值得我们去清净 清净就让我们的信灵方面 有所依托 有所安住 所以心灵不会在我们的恐慌不安 所以他为什么要复兴主庭 就是要救国救民 但是他秉持了什么 的政治界 所有的道场 不都是空花水月 是没有实相可得的 而众生虽然掉落在 我见的分别里面 所以说要有我 要符合我爱我贪我称 所以他执着有生有死 但是 从悟到的人来观看 智慧观看这一切 说观看一切 而真实的去体验到 众生与佛是无恶 也就是没有不同无别 那还哪里需要去度他们呢 而且谁也度不了谁 这句话很重要哦 而不会说我虚映老和尚 是恢复主庭 要救国救民 而老和尚心里看 是谁在度谁呀 既然如此 老和尚大可自己修行得成就 何必如此认身底 弘法传法 还有盖道场呢 又回到 佛菩萨虽然无众生可度 但是什么百千万且 都一起奢化我们啦 说不离众生的 而也为我们的干脑涂地 那这就是什么 佛法讲的无相的 真正的无 而这个无呢 有教化众生的慈悲行 愿力行 就是佛陀的 百千万且不离众生 而且为众生干脑涂地 所以不是断灭 所以佛法讲的空 是这个道理 一切法的真性 当下就是无 就是空极 就是极灭 所以回归到我们前面 六祖大师教我们的 坐禅里面的宗旨 就是真实的内涵 坐禅不是绑住自己 是心要能够安住 能够坐主 不必刻意远离一切 为什么 无有一切的 扶着你的 绑住你的 能够把你套住的 无有福佐 而且处处都怎么样 解脱道 而且处处都是佛的法身 佛的报身 佛的化身的三身的妙限 一切法的空极 就是法身 也就指我们的 清净心 就是空极 就是法身 也就是无相 你一切你智慧的妙用 清净心就是智慧心 为什么 就是妙用 就是报身 那你智慧的妙用 无痕迹 人家不懂 你要化身 你现在化身从做人家爸爸 做人家的老师 做人家的学生 做人家的土地 做人家的国民 做人家的世界的地球 里面一份子 乃至宇宙银河 其中一个生命 一个主体 这个主体 为什么叫空极 你一直在变化 不管身体变化 你精神世界也在变化 所以处处何不是佛的三生的妙限 而这些讲的都无法从嘴巴里 讲或背诵经文而得到 而是要真实实际的 由你的生命去体验 实证 佛所教的这些诸佛的境界 就在你证悟的信心当中 全部涌现出来 所以佛陀为什么六年苦修 也是一个较方便给我们 而来说我们刚强的 不要以为说本事去足的 啥都不去做 所以台语有句话 意思说 吃的肥肥的 啥事都不用干 然后装的傻傻笨笨的 一切都不知道怎么生怎么死的 一切都不知 你的生命是这么糊里糊涂的吗 所以就谈到 我们生命如何 把本质具足的清静 圆满的真心 能够把运用在生命的每一个因缘法里头 都要去善观它 运用它来利益时间 讲完了这一切 我们又再回到说明说 小生的作禅 不只生要做的端正 心还要依着法 按住观照 虽然小生的禅 所证得的是偏真的 不是究竟的涅槃 而且不是呢 学五量法门 但是能够做到小生的解脱 也是稀有 珍贵 不可思议的 所以你要现在就是 善观小生的禅法 要做到的什么程度 必备的条件 也就是这些功夫也要有啊 很多人生做的 歪七八扭 很快就去找周公 或者呢 心里头没有法按住观照 胡乱的想 叫做妄想或杂念 所以心还要依着法的 安住你的心啊 那那个法就要你观照 而不要做下去 什么都没有 师父刚才做那么久 我都觉得就空框 什么都没有 错误 所有身心的变化 你都要了然于心 所以师父就是说 能做 能够做很久 心没有起念 那顶多叫做入定 不是参禅 那这个入定呢 也是对你身心的变化 是清楚 只是这时候你的妄念 不再起作用 所以叫做心没有起念 但是他不是参禅啦 要达到小生的解多禅 比如说最初属席 是世间禅 经过16个特胜 就能够什么 从一个呼吸里面观察到 这16个特胜是什么 就观察到16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代表 我们的身心层层 有身心不同的觉寿 那不同的觉寿你都知道 它是假象 所以能够舍出这些觉寿 道达与断 跟灭 跟无常 也就是这些因缘所生法 才叫无常 才叫灭 相应以后 才会从 属席世 世间禅 这时候呢 透过你的身心转变的觉寿 然后相应到是断 是灭 是无常的 是因缘法 这样的相应 这变成什么 初世间 才叫做解脱产 解脱产意思是什么 你不会贪恋你的觉寿 好多人贪恋 法师我好不容易念佛 念到心很轻了 你为什么要我去参 念佛是谁 你念佛只要安定 那不叫参禅 所以这次我念佛 惨恶 我觉得我代他们的 我尽了力 有一对夫妇来 太太就说 法师不容易 每句佛号都清清楚楚 要专心以以色列 我这样才知道 不简单 不然以前会认为 我做得来 有什么困难呢 这样至少认清的自己 都可救 很好的第一步 他的先生 平常我的念佛认知里头 就好好的念佛下去 什么那样一半 法师叫停 还会在逼我们说 念佛是谁 为什么是就是佛 佛是谁 明明就是我跟佛 为什么一样 是什么 他也刚开始不适应 后来想 对啊 到底是什么呢 活了这么久 少说也三四十岁 我在念佛 念的这个佛什么 为什么说念了这个佛 就是当下我的心 就是佛 这又是什么呢 刚他心很安静的时候 这时候的话语 逼他回生命去起智慧的观照 不停留在念佛的安定里头 以少为主 而回到生命的这个实相 就是跟佛一样 而这个佛是什么 这是标准答案 所谓的当体的空 都不是要你找 而直接去相信他 到底是什么 所以当他们在第一天 有几个用功 我感受到 我用香板 让他们体下的 直接问他 是什么 至少那个时候 他的妄念不会再生起 妄念什么 我要去追逐我 佛是什么 在哪里 有一个真实要抓住的 当我一棒子打他的时候 个都比我高 一棒打下去 他们打下 也没有害怕 也没有震惊 我知道 他们愿意把方法 用到生命去 真正的去救命他 也就是这时候才叫参禅 但是到了第二天 他们也没有人坚持到第二天 我想用这个手段 用不起来 气候不到 那时候我打 就是白打 浪费力气 没有用的 第一天他们都感受 真的很用功 跟法的相应 我高兴 我不是高兴乱打人 是他们用得上手 我才打他们 那到了第二天 气候就泄了 因为他们没有继续第二天 因为这叫因缘法 也没有什么好也不好 强求都不需要 让我们知道 刚才讲心解脱 你的定力还没达到解脱了 所以你停留在那个定力 安定没有用 那个定力一退 因为你一样烦恼陷起 为什么 心去攀缘 去着相 然后着相又再分别 这是我的 那是你的 那怎么样 计较 就是颠倒了 所以师父在讲 一样是小胜的坐禅 一样是属习法 为什么外道的世间禅 透过小胜的这个休息 十六特胜法 就十六通明 这个就十六个阶段 你身心确实 产生一些真实受用 但是这个受用 有没有可得 没有 要跟什么相应 断 灭 无常 这些就是代表因缘法 才会断 才会灭 才会变化 所以你相应 才叫由世间禅的 外道的禅 变成初世间 就是在世间受用这一切 而不贪着在上面 才叫做初世间 那这就变成初世间的解脱禅了 在这个财圣民十岁的五欲 是处处充骗 你不被诱惑 你做得了你生命的主人 所以叫解脱 解脱财色 民十岁种种的 欲染勾迁 你不为所动 所以就一句话 灵化是什么 出淤泥 在淤泥当中 它是出 不陷在里面 就是困死了 那个什么 更芬芳 出淤泥而不染 就是这里讲的 什么叫解脱 什么叫初世间 那小圣坐禅 不是空空的坐着 你看 要达到解脱 你也想那么简单 你做做看 他能依着法 很清楚的觉察到 法的对身心受用 种种的过程 但是重点在这里 也就相应到 这个不停留 才能够相应到 因缘法是断的 是灭的 是无常的 所以他不停留 所以你不要注着 不着想在这个 这境界好舒服 我从来没有这样 腿不痛的 从来没有身心这么舒畅 不知道忘念可以这么少 这么和谐 你为什么要叫我放掉 这个境界不是很棒吗 对不起 它是因缘法 是无下 是空极的 所以才不停留 不停留你的智慧 才能够真实运用到 对 不停留就是智慧妙用 才能够相应到 你本来的清净心 就诸法的实相 就是空极的 没法让他来 让他去 我自在的运用 就禁止 这时候来了 我谁就照 我会说 那是巫婆 破坏那个白雪公主 那个 这个后娘了 我就不照她 没有啊 该来就来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佛法的术语就是什么 法住法位啊 因缘呈现什么法 他就按住在那当下 说你没有好坏的这些问题 是你的分别心 才有问题的呈现 所以在这里谈到 小圣 在身心的过程 因为 运到佛法讲的知见 正确的知见 一切法 是空极无相 所以你不停留 能够一直保持不停留 我们的真心呈现 真心就是诸法的实相 是什么 极灭 而极灭能够产现 种种的妙相 那叫做诸法实相 那么 这时候就是解脱禅 所以这时候的 诸法的实相 一样都是极灭 然后呢 在大圣的时候 哈维讲 极灭的当下 就是一切 妙法的呈现 所以在有一个什么 最 究竟的实相 不然就没有所谓的 小圣跟大圣的差别 刚才有没有讲 小圣的禅法 有没有 跟大圣的禅法 区别在哪里 不要读到前面 到这里就忘光了 为什么 小圣还把 他说 认为这个无相 在相上 而不知道这个相的 每一个的本性 就是空极 所以他认为 不是认为 他修正的时候 把烦恼当作实有的 把正正的涅槃 也当作实有 而不知道 每一个法的性 真实的本性 是什么 无自性 就是空极的 所以他有小圣 跟大圣的不同 所以你看 小圣着相的着 不在于身体念头的不动 是心 对于法清清楚楚的了知 体验 感受 正取放下 在往上 努力 沉沉的正 沉沉的舍 看到这里的用语 看得懂吗 果如师父说 小圣着相的着 他着跟反复的着 不一样 他的着呢 不是着在身体的 这时候觉受 好舒服 腿不酸了 身体的气筋运行的很好 他不着那里 也不在念头的不动 他的着是把方法好好的 看好 用好 也就是这个着 其实很难听 其实也是 也就是观察的观 你的心有没有远离方法 你把他照顾的好好的 在方法上 所以师父呢 说是因为 你认为还有一个方法 可观 还有一个心要看 实际上 法的本性是什么 没有实际存在 所以有什么 看这个心 而这个方法也是空解 有什么方法被你抓住 所以这些都是方便的方法 让你能够用方法 把心真正的层级 没有忘念咋想 所以果如师父才说 着 那着 实际上就是 让你的心在 方法上观察的清清楚楚 所以果如师父说 着 不在身体或念头的 不动 身体的这些的觉受的好 去着 不在于这上面 做文章 也不在于你念头 什么都不能可以想 而不是 而把你的念头 就是你的心产生的念头 来做观察的时候 都在方法上用得很好 所以你才能够对 你用的这个法 还有对自己的身心 一切 才能够清清楚楚的了知 还有体验跟感受 然后才有办法证取说 下一个阶段 要进行对于 修那个法的认知 你才能够怎么 再往下一步去做 所以你真实的感受 证取就是 真实的相应到了 这叫证受 证受这时候生命的 种种的这些的 清安的受用 还有智慧的 这个妙用 一层一层的转进 然后转进 能够转进 你要怎么样 舍楚就要放下 所以才能够 再往上或下一个阶段 努力 而层层的证 要怎么 层层的舍 如果不能舍 那就没有办法 再往上走 所以说 小圣对于层次 以及身心的转变的像 都要很清楚 所以这叫做着相 所以着相的意思说 还是落在身心相 但是你能够修行上 已经不简单 但是有没有是究竟 没有 凡是有像 皆是虚枉 金刚经佛陀里头 教导我们 因为一切的法 确实的实相 是无像 因为是他的本性 空极 这段话这都很重要 要不然有修行到这样 你根本分别不出来 我们借由果如师父的智慧 我们捡个便宜 那捡个便宜 你在理上能够明白 但实证上 真实相应 才是你自己的智慧的没有用 所以小圣人认为 正德的苦 空 无常 无我的智慧 你看是实有的 为什么 他认为实有用来解脱 这个法 这个智慧就是 一个法 用来什么 他的功用就是解脱 所以是不同于世间的生世法 所以小圣的修行人说 哎呀 那智慧 我无我的智慧 无常的智慧 空的智慧 还对苦的认识 认识的智慧 是非常殊胜的初世间大法 他就把它当作实际有的 实际上 没有一个法是有的 是无 那大圣作禅是 真如自在禅 处处不离自己的亲近心 处处用智慧观照 真如是指真正的亲近心 也就是说 打坐的时候念念不离亲近心 这前面就已经说过了 所以能够你自在 自在就是念念 知道法的实相是空极 而空极而且是什么 万相的显现 所以就跟小圣的不同 所以刚才小圣的解脱 是相应到 这些看到的相 没有真实存在 但是他不知道 相的当下就是他的性 就是色空不二 就这里讲的大圣 实相是空极 没错是无相 但无相是什么 万相的显现 就是无不相 为什么 因为每个相的性质都是空极 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 空色不二 这才叫做真正的自在 而你在这空色不二的 这些的一个千差万别的相 不会迷失在当中 所以那场中有句话 从万花绿虫 有没有 从什么 就是万花绿虫 经过遍夜不沾生 有这么多的千叉万别的像 你不迷失在里头 不贪如 只爱要分别在上面 叫片叶不沾身 但是你有没有经过千叉万别的像 有 但有没有真实的有 片叶不沾身 你的分别心一刻都不起 所以这就这里讲的 能够自由出入使用 故叫做自在 所以我们经过人家说我们怎么样 批评我们怎么样 好与坏 我们就坐在上面 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就在懊恼当中 或是人家称赞你 哎呀真的做得太好太棒了 那你那个怎么样 就高兴的翘起屁股来了 认为自己多了不起了 就认为一个真实的一个 很棒的境界了 所以其实呢 谈到现在 果罗师傅说 真实的法是什么 其实如果没有诸法 就没有自在 自在就是在万法的深深灭灭 禁忌处处 你能够随这个变化 知道到一些空气 所以你心不贪然 不执着 所以才能够自在去运用它 该要生 该要死 该要为众生 该脑土地 该要怎么做 没有个我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众生 无怨无悔 生生世世行菩萨道 就为了要设受化导众生 这才叫随心所用 所以师父就说 我们救到场是遇佛事 你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那就自在 如果没有遇佛事 没有这个法的这些种种的差别项 那你没有 那你还有什么要来要去 所谓的自在进出遇佛事 的事情就不存在 就是有这些差别项 他在深圳面面变化了变去 你才有机会跟他相运在一起 而知道你也是自在的 没有一个法能够绑得住你 你该要来就来 该要走就走 多潇洒 潇洒的原因就是知道智慧一切法都是无相 它是暂时的一个假相 所以你就自在 所以这里就讲自在 是有了万法万象的存在 太好了 这都是重点 什么叫自在 就是有千差万别的像 你能够从中怎么样 运用 而不困在里面 就遍夜 万花 丛林 经过 而 生不沾遍夜 那样的 不陷入分别执着 妄想 颠倒里面 所以呢 自在是在万法万象的差别下里头 你不会怎么样 不攀缘 不自着 不着相 而不去分别计较 那么就是一切无碍的在身心上运用 没有举出 你家里的钱财 高兴用多少就多少 因为是你自己本来拥有的 你还会讲说 嗯 这个可以用吗 那个怎么样吗 当你政务这些东西是自己本来 原来就具足 不是不假外修 那你就能够运用自在 那为什么现在无法运用自在呀 明明有 佛陀告诉我们讲 人人明明有 却不会用 所以这就是我在念佛禅 或参化头时问你 明明就跟佛一样 你为什么用不出来 为什么用不出来 你陷到身心假象 我现在是凡夫啊 我烦恼好多啊 我怎么是佛呢 就是这样啊 是你自己陷入 制造的身心假象上 把他认为本来是假象 你把他当作真实有烦恼这个像 就错误了 所以呢 被人家在灵就认为一切法有取有舍 有对立的存在 那你就不自在了 那不仅如此啊 不只取会造成不自在 想要舍也舍不掉 那也是一种苦哦 所以我们最近好几年在留这个安乐死的原因啊 连舍也是怎么不自在 那听到这佛用 妈妈也八十几了 那COVID-19的确诊以后啊 不舒服啊 然后随着很多的问题 身体的这些本来潜在的毛病都一一呈现出来 就常常告诉儿女 我早点走多好 这个身体很难顶住怎样啊 你看 连舍 你也苦不自在啊 那比如说我们平常不是也一样吗 一堆事情还没做完 你就越要求自己不要去想越是怎么睡不着 你心中有东西有存在啊 挂碍啊 所以说 娶跟舍都是负担 为什么 要转化成甜蜜的负担啊 就要心有智慧不着想啊 那就不再是负担啊 所以果如师傅说 你有娶跟舍 一般的人还不认为负担 你学了佛法以后 就懂得转化 变成 为什么甜蜜的负担 因为他还是有相啊 但你不做转化 就是你智慧没有在用 那你就越急 就垮了越沉重了 所以哪怕他是有相的 叫甜蜜的负担 你也要去转化他 而让他不成为负担的时候 就是什么 这个负担你放下了 也就相应到无相了 这时候该要我怎么承担的 我就去尽我的能力因缘去承担 而不是强求 而不是说 我替父亲母亲承载了千万的负债 我何时完得了啊 你转换成甜蜜的负担 我尽力去做 而不过现在恐慌不安 我有多少能力就去做 如何能够知道 虽然你没有碰到 你观看世间的一切 是不是如此 当作是你 你的态度跟处理的手段 就佛法教我们的心有智慧 不着想 那就不再是负担了 这代表什么 不是叫你不再拥有他 而是你拥有他 不被他捆绑住 那就不再是负担 所以来说 什么叫菩萨 菩萨拥有一切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但是实际上菩萨是什么 不取不舍 因为法法都不落在向上 才能够什么 取之不绝用之不绝 才叫做对取跟舍 真自在 厉害吧 我们就是这样厉害的人物 所以心经才会说 你无智义无德 以无所得故 才叫做菩提萨多 才叫做菩萨 不叫你菩萨 是真实的菩萨 对取跟舍 都能够真正自在的 因为放下 空极过放下 那才叫真自在 那这里呢 我们唐老师举出一个 一个公案 说炎阳尊者问赵州 一物不将来时 如何啊 赵州就回答 放下没 就放下者嘛 有什么一物不将来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没有这个 你只要心不贪着他 不住着他 不住着他就放下了 他不来就不来又如何 就法住法位呀 有什么 你要该怎么样的 那尊者又继续 他就又不懂 又继续问 那既是一物不将来 放下个什么 那既然你认为 没有东西 好啊 周云就说 那你就担着走吧 担取去吧 那炎阳尊者 还是有所不明 继续在问赵州 我的心愚一切自在 不带任何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情况下 该怎么继续用功 他故意来替管的 那赵州说 放下 你认为还有一个 什么要用功的吗 你既然自在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还有个谁在用功 还有什么法被你用吗 那就放下 那尊者又问 那既然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放下 屁话 你既然没有 那你还问什么 赵州就要你放下 你都认为有一个东西 要放的放 所以这里 就是其实 这是狗狗师傅说 其实还有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念头 认为自己 已经修到这种的境界 其实要怎么样 你认为说没有 那赵州和尚 你掉在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念头 就表示你修得境界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放下 赵州和尚说 那就拿起来吧 既然已经什么都没有 那连那个放下也放下 那就应该要提起来 不能一直在空里面 那这就是 相应到虚异老而上说 一切都能够一切皆空 却更积极的善用姻缘 去恢复祖庭 要救国救民 就叫相应到空而不空 他叫做真如自在 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共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进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